那么来关注热点板块 看到习近平早前是在江西视察的时候表示 稀土是重要战略资源 要掌握更多的关键核心技术 工信部也随即表示 以习近平视察为契机 要推进稀土业的平稳运行 稀土板块前几天是迎来了一个炒作 但是很快波动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股价波动之前 也是一路从高位 有一个大幅的一个跳水的情况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稀土板块 刚才白老师也提到 其实它这个稀土的概念属性 也并不是很强 所以现在面对这种消息面上 突然出现了一股热情的话 大家怎么来看待这种题材性的股份呢 对 我觉得这个我们也关注 过去几年曾经也观察过 其实我记得印象中 这个就是我们的分析师 好多年前其实就做过 这有关稀土题材的一些报告 当时还是发现的 这个内地A股的 包括这个比如说有名的 像这个包头钢铁等等的 那些它的稀土 或者北方稀土 有几家的 它们的规模技术含量 各方面是远较 包括就是咱们刚才所提的 这个中国稀土要高 其实中国稀土 在香港上市历史颇长 但是它是一家小规模的 以最初是贸易公司为主的 在这个就是说你这个 无论技术含量 还是从这个基本面各方面 它只是一个香港所谓三四线股 小盘股 你可以看到它平常 交易量各方面不大的 因此此次是冲着这个名字而来 是一个较投机的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就是如果这个稀土题材 我们是值不值得去进一步挖掘 因为在A股方面有很多好的一些 题材的标的 所以说我们搏稀土 是不如搏A股 还是说您觉得像在港股方面 大家吵一下散水就差不多了 港股这边就是要快 如果你还想捞一把玩一把的话 要盯得紧一点 建好就收 另外当然你要相反 你说我这个形势不好 你可能也得动作要快一些 那么像刚才所说的 A股有几家值得留意的 我觉得确实它们的规模 技术是比较大的 所以要搏稀土 不如去搏A股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方向趋势了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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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